現在就試一下這個鏡頭的威力 試一下這個鏡頭的效果 這個叫做二合一的一個微距和廣角鏡 現在開了 一開就彈出來了 這個就是那個鏡頭 這個就是那個鏡頭 我試一下這個 怎樣開 很難開的 接著就裝上去 這裡有個保護鏡頭的套 可以扭上去 就可以裝了 現在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鏡頭 裝上去 給大家看一下裝上去和沒有裝的效果 現在就是沒有裝鏡頭 沒有裝任何東西用我手機鏡頭 其實我手機鏡頭也蠻廢的 因為現在裝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是最合適 最正宗的位置 因為如果夾鏡頭 你要選最最最中的位置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畫面 這隻貓的手機鏡頭 拍到一個新的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應該是最適合的 因為通常是檢查它的清晰度 這個就是最清晰的 就是這個效果 可以讓大家看看微距的效果 這個就是原本的 微距的效果 這個就是原本的 微距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微距的分別 對 對 你會看到蒙了一盒 蒙了很蒙的 讓大家看看一些東西 比如這個說明書 隨便 有些什麼可以掃 掃一些圖 這樣看 對不到焦 對啦 較近一點就對到焦 拍到很近的東西 這個就是微距的效果 好 現在又回來了 這個就是正常的手機畫面 現在再給大家看看這個感覺 的效果 好啦 其實要夾也不難 但是要捉那個位置也挺難的 你會看到它高一點點就會蒙 這樣就會蒙 下一點 這個位置好像很好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好的 但是要拿捏那個位置也挺困難的 這個就讓我慢慢練 這個就是我都比較想要的 但是效果就好像不是特別好 可能是我手機問題 對 但是都 都可以用一下 因為都可以拍到 好啦回來了 這個是一個後製的聲音 拍一拍一下 就沒有位置 就不是沒有電 是不夠位置 就關掉了 就沒有辦法再拍了 那講講講 用後感 這個二合一鏡頭 其實用起來 我的確是需要的 因為看起來 畫面是歪了 那講角鏡真的有用 因為我拍片就不會太近了 因為如果我沒有用這個鏡頭 大家會看到 沒有用 只用它原本手機的鏡頭 它是會比較近的 就是那個角度 沒有那麼廣 沒有那麼歪 所以就必須要用那個鏡頭 那所以呢 其實就要的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強呢 又都還好 不過我想 這個價錢可能有少少貴 但是我也能接受到 也能接受到 看看遲點有沒有機會 用這個微距的鏡頭 去試一下拍一下 應該微距這個鏡頭 多數是拍植物的 應該就是拍植物 其餘那些 我就不清楚微距是什麼鏡頭 那如果大家有這個 鏡頭上的一些小知識 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都對鏡頭 或者什麼什麼 我都一跳不通 就是 原本都是玩開那些 Gameplay的影片 那突然之間 可能你說 拍攝上的東西 可能就有些 不是很清晰 大家如果知道的 都可以告訴我 我會很感激各位的 這次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這張照片 就是 現在的貓 非常瘦 那樣 真的有陣仙氣 現在就 遲些再給大家看 他現在的樣子 這張非常漂亮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